迎接龙年的到来 光复保安寺推广书法文化艺术 今年自卫办理大师辉豪郑春联的活动 除了是曾渊凤等两位书法大师 大华书法班班员也共享盛举直笔辉豪写春联 而将近300件的春联作品也都全被索取一空 保安寺表示未来也会持续的来办理 保留也发扬书法传统艺术文化 不论是祈求龙年和家平安 还是生意事业如龙锐迎门 书法大师通通来者不拒 大笔一挥龙年吉祥祝福的字句耀然纸上 民众看了也满心欢喜 生意新鲁 这个是曾渊昌村长 光复乡保安寺今年自卫办理这场 大师辉豪郑春联的活动 邀请曾渊凤等两位书法大师现场辉豪 保安寺长青大学书法班班员 也都来共享盛举持笔辉豪 现场虽然一片祥和宁静 不过大家内心却是充满节庆的喜悦热情 我家里送给好朋友的家里差不多有30多户 还有这个单字的写的蛮多啦 手不会累啊 不会酸啊 不会啦 光复乡保安寺是我们光复乡的信仰中心 当然还有很多的供应活动 每年在睡末年中时候都会办理 亏好送给我们所有信徒 祈求光复乡所有的家家父父都平安赚大钱 即便没有了公部门资源意诸 光复乡保安寺为了推广书法艺术文化 仍自卫办理大师辉豪免费镇春联的活动 让大家也能感受磁碎银新的文化洁净气氛 真的很感谢我们保安寺的总监 他们大力的支持这个活动 因为这是我们中国的优良的文化 我们就想要继续的传承下来 所以我们很就是说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索取 两位书法大师带领五位书法班员 正笔集书大笔辉豪下 写出了将近三百件的纯联作品 全被索取一空 保安寺感谢大家的支持之余 董事长刘一传也表示 未来将会持续办理 点缀地方年节气息的同时 也进一步保留 也发扬书法传统艺术文化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我们打开